我心打球 没有不能训练的 加入我的球队 要有心理准备 由原住民族电视台 制播的B组求胜青春 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评选为五星优质儿少节目 特别以戏剧来呈现 以年轻人最爱的篮球为故事主轴 剧情引起青少年的共鸣 我们是以戏剧 其他都是以节目形态 但是我们是戏剧节目 那在戏剧节目 呈现青少年的过程时 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说 他会获得评审的青睐 很大的部分是 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很感动 他感动的是在于 是一群没有受过 很专业训练的排完族青年 如何透过他们努力 追求梦想的精神 而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那其实在我们本身 原住民族电视台 在针对戏剧这部分 我们的target 其实很少是针对年轻人 那这一次找了导演 一起来合作 然后竟然激荡出不错的火花 现实跟影视方面也是一样 就是在现实当中 原民台也是蛮少的 就是用戏剧去传达 这部戏的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 应该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因为其实台湾的人口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是比较是 到金字塔的人口 人口类型 所以很少人会把很多的资金跟预算 或者是关注放在 其实一直是台湾很重要 未来基础的青年 或者是少年 或者是儿童 那这一块一直是原住民族电视台 非常关注的一群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在跟老人家的生命做拔河赛跑 我们很生怕就是老人家的凋零 比不上我们接赶的那一棒 所以我们在不管在戏剧上面 在节目上面的呈现 都希望可以有很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儿童和少年来参与 优质五星儿少节目展现原住民族即使资源不足 仍勇往值钱的精神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 没关也感谢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 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